Hello 观众日啊 我们来到了三号展厅比亚迪这个大本音啊 大家会看到人特别特别多啊 真的有点都挤不进去了 如果说媒体日 大家很多媒体来凑热闹的话 那今天真实的消费者 购车人群啊 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看到吗 这个人真的非常的多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下到腾市下面去看一下腾市的三款新车 以及他们的这个消费群体都有什么不同 先给大家三秒钟时间啊 大家猜一下腾市哪款车子是看的人最多的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悬念 就是远处的腾市第九 我刚才观察了一段时间啊 腾市第九那个人根本下不来 还得一直排队 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有很多在家小孩子的啊 真的非常喜欢这个车子 然后呢 我个人是有私心的 这个腾市N7呢 马上我就要提车了 我选的是一个白色的版本啊 大概在9月4号我会提车 然后会给大家做一些综合的一些续航测试啊 各种测试体验 但是让我不爽的是啊 我发现展厅里面看N7的人并不多 反而看N8和D9的人特别特别多啊 那你可以看到 不过有个好处看到吗 看N7的啊 里面都是小姐姐 我刚才看到了 已经有好几匹小姐姐来看过了 说明大家觉得这个车子呢 还是比较年轻 比较喜欢的啊 那我觉得N7这大的优势呢 就是它真的是兼顾了运动和家用的属性 运动不用多说了啊 前双扎臂 后五辆 赶加什么C2B等等 这个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那舒适性呢 其实我觉得N7最强的一点啊 就来自于它的后排 坐进去给大家体验一下 给大家做一个后排的展示啊 现在是我一个正常的坐姿的情况下 我把这两连打开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头部空间非常夸张 甚至如果说我 完全按照它这个坐姿来的话 是接近于两拳的头部空间 在这个级别中 你很难遇到这样的一个车型 就即便我们拿到上面这个几皮的 几皮顶这个来看的话 也有一拳的距离啊 这个后排空间做的真的非常棒 那可能很多人会疑惑 它后排是怎么做到这个地步呢 我把镜头给它转一下 你就明白了 它后排能有这么好的一个乘坐体验啊 主要是有两个秘密 第一个呢 是它这个坐姿呢 会强迫你变成一种半可油摊的这种姿势 这里呢 给了一个很强的一个腰部支撑啊 非常舒服 第二点呢 是它使用到了C2B的技术 那电池的上盖板和底板融合之后呢 会直接增加你这个车内 垂直的头部空间两厘米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两厘米对于车内的头部空间来说 到底有多么重要 可能很多人没想到啊 层时分吧居然如此火爆 这个车子人就没有停过啊 基本上下来一梯上来一个 下来一梯上来一个 我刚才特别问了一下啊 很多人呢 他都是那种带着小孩子的 然后他们跟我说 自己其实有那种六座和七座的需求 但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强烈 如果很强烈 会直接买腾式第九了 但是他们可能一周或者一个月用一次 但他们又觉得 我可以不常用 但是你必须得有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多人 买腾式人吧的一个核心诉求 而且他们很多人跟我说 他们是非常看重DMP这个技术的 因为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聊过的嘛 其实很多男人 他还是想要周末 偶尔去跟朋友去野外玩一玩的 但是你说如果买一个吊车 不太好用 买个城市SUV呢 又不太能用的上 那你要是专门买个越野车呢 价格又太贵 油耗又太高 在城市开 也没有那么方便 那这种人群的话 其实就非常适合腾式N8 那毫无疑问啊 地球展台最火爆的呢 依然是腾式第九啊 这个车子是 你任何N708在那一起都比不过的车子 它实在是太火了 月销1.1万以上啊 也不是盖的 刚才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啊 我碰到一个 两个人看起来就飞富极贵的 我上去强劲搭了个扇 我说你们是要买腾式D9吗 他们跟我说 他们是成都某新机酒店的一个负责人员啊 他们准备采购两台腾式D9 但是不是这个DMI版本啊 是EV版本 那我就跟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要选的EV呢 他们说他们主要的这个工作的半径啊 比较短 使用EV的话会更加的方便 而且他们觉得EV开出去啊 更加有面子 那我说那你们之前开的是什么车子 他们说有一个之前那个G18那个高端版本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Alpha 然后我说那你们是要直接置换掉 不打算用了吗 他们跟我说 是的 因为他们现在觉得开腾式D9 尤其是那个大铺的EV前脸啊 让他们觉得比开Alpha更有面子 他们觉得他们的客户也会更加喜欢 我听了以后觉得新潮澎湃啊 真的非常的开心 当然了 你说腾式还有没有遗憾呢 我觉得也还是有的啊 比如说这个云点A的完整版本 它这个坐垫可以自适应调节的这个功能呢 暂时还没有上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在后续的轿跑啊 或者其他车型上面配备 然后呢 就是我觉得现在腾式的这个家族的这个矩阵啊 还不是很完善 现在D9加N7加N8 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群 我希望后续的那个轿跑 包括大尺寸对标理想的那个N9和N8MAX啊 也能早日上市